嘿喲,我是Winmy Bro,你现在收听的是吉米歌你说 今天吉米要跟你说什么呢? 要来跟你聊聊王力宏的冷门好歌 欢迎回来吉米歌你说的podcast 那有在关注我YouTube频道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每年呢,除了这个金曲奖的预测系列之外呢 有一个算是最热门的单元就是聊歌手的冷门好歌与废歌 那我过去所制作过的12位歌手当中呢 只有三位男歌手 但并不代表说我是不关注男歌手啦 那这期间其实我都还是有接到很多 看到很多人的留言或是敲碗想要听一些男歌手 比如说Eason、陈奕迅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等等的 那今天呢,我觉得我想要特别特别推荐 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虽然说比较少人敲碗 但是在我心中他绝对是华语乐坛这个 数一数二、独一无二的这个音乐才华 我觉得能力最强大的这个天王级的这个唱作剧家的男歌手 哇,这么多title 他就是曾经有得过两届的金曲歌王 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超级才子王力宏 本节目没有罐头音效我就自己拍人工掌声啊 好,那聊到了王力宏他是从1995年出道到现在 经历了27个年头啊 哇,很久很久了 那如果说排除了单曲跟精选集之外呢 他总共发行过16张正规专辑 那如果说我也真的要一张一张的聊 真的是会聊到天荒地老啦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特别从这16张正规专辑里面 精选出五首超级保证冷门的冷门好歌来推荐给大家 想说透过今天这一集的podcast 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的篇幅 来带大家回味一下王力宏的音乐历程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很想要了解 那如果说听了今天这五首歌短短的片段 你们觉得哎,还不错 那开始对他过去的音乐作品有所好奇的话 也都可以去各大串流平台去找来听听看 好啦,那废话不多说 那等等回来呢 我们就从第一首冷门好歌开始吧 Uber Eats来了 这是一款非常实用的APP 它让机场Lulu的人可以立即找到最爱的美食和餐厅 就来找你想吃的美食立即下定 让我们将美食万一送到你家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都将美食送到你的社会中 快来享受美食吧 第一首要介绍的王力宏冷门好歌呢 叫做Noah N-O-A-H Noah 那这首歌是收录在王力宏1996年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好想你》里面的最后一首歌 那这首歌呢 也是来自于王力宏个人本人的全英文的词曲创作哦 Noah其实是一个蛮有宗教意味的一个名字 也就是所谓的Noah's Ark 诺亚方舟 这个来自圣经创世纪里面的这个故事 那起初呢 我还没有仔细看歌词的时候 我以为王力宏他写这首歌是在写一个朋友 可能他的一个朋友叫Noah 但后来我仔细去读了歌词之后才发现 哦嗯 对确实没错 他就是在写Noah's Ark 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 那他用Noah这个主角的视角 然后去描绘他的所见所闻啊 还有他的一些心情等等的 那因为诺亚方舟呢 知道这个圣经故事人都知道 他是来自于创世纪里面大洪水的这个故事 那所以说你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呃你可能会发现这首歌的编曲很简单 很简单 他就是以一台这个钢琴为主 贯穿了整首歌 但是他所营造出来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 非常忧郁的 然后非常诡诀的 如果用英文的单字来形容的话 我会想到一个词很贴切可以形容这首歌给我的感觉 就是Glooming 可以用这个单字来形容的公转自转之后 一直到2001年的唯一这之间还有四张专辑 就是光转自转 不可能错过你 永远的第一天 还有唯一 这我觉得是他的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他从唯一之后大概有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2003年发行了不可思议 那这时候他开启了所谓的Chin Tao的华人嘻哈的曲风 包含了在不可思议之后有两张算是叫好叫做的专辑 分别是心中的日月 还有盖世英雄 那之后呢还有发了两张啦 是心跳跟十八般武艺 那我觉得总归这个旗舰可以算是第三个阶段 Chin Tao时期的王力宏 那最后一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2015年的你的爱之后 然后包含他最近期的是2017年的A.I.I. 那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是他的第四个能力去主导整张专辑的制作 但是每张专辑呢 都一定会至少有一首他的英文创作歌哦 那这首Noah是放在他的第三张好想你里面 那这张好想你专辑呢 他里面只有两首来自王力宏的个人创作 他是所有历年专辑里面 个人创作比例最低的一张专辑 只有两首他的创作 一首中文歌跟一首英文歌 那英文歌就是这首Noah 那虽然说创作比例很少很少 但是我觉得啊 Horika在 还好有这首Noah被收录了进来 我就觉得 嗯 踏实了许多 这张专辑的存在感又再更多了一点 因为在当年来说 呃 王力宏他还算是一个很像是小孩装大人 那硬要去上 硬要去唱一些撒狗血的情歌的王力宏来讲 能够在当时的这样的专辑里面放了一首 比较私人的创作 然后又不那么商业考量的歌曲 我相信啦 他当时一定也是很受到 唱片公司的这个信任跟青睐的 Oh my god Oh my god Jesus 天哪 你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 我是不是形容得太夸张了 但就是 你回想哦 1996年的王力宏当时他才20岁 超级年轻的也才20岁 他就可以做到这样子水准的演唱功力 我觉得在华语乐坛来讲 真的是走得很前面耶 不得不说 因为我记得后来呢 Eason 陈奕迅他有一首广东歌 叫做浮夸 也有运用到类似这样子 的这种撕裂的歇斯底里的演唱技巧 但浮夸已经是2005年的事情了 所以王力宏的这首Noah 在Eason的浮夸早十年之前 他就已经问世了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对当时这个20岁的王力宏 这么年轻的创作人 能够做出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是很令人惊艳很佩服的 好 那等等回来呢 我们再来继续推荐大家 第二首王力宏的冷门好歌 到位 其实如果你们有在关注王力宏早期的专辑里面的曲风 也除了情歌之外 你们知道最多最多他早期的 最爱写最爱唱的风格是什么吗 有人知道吗 如果你们是铁粉的话 一般人绝对猜想不到 他最爱的风格是所谓白老会歌舞剧 爵士乐那个style的哦 在他早期的每张专辑里面都会有他的 白老会歌舞剧的个人创作曲 比如说Better of Alone 还有四月还会下雪 这两首歌呢 很白老会歌舞风的 我个人非常推荐 你们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那除了白老会风格之外 就是摇滚乐 Rock and Roll了 王力宏他真的是一个 不折不扣非常到位的Rocker 尤其是电吉他 是他的情有独钟的乐器 呃在他的音乐里面 电吉他一定都会被放在很 很C位的位置 他非常非常爱电吉他的音色 像他后来2008年做的 《心跳》那张专辑 就是一张以电吉他为主角的概念专辑哦 好那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一首 《我的情歌》 你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是一首 比较雨量级的 就是这个轻摇滚吧 民谣摇滚的风格 那如果你们想要听 比较重口味的摇滚 可以去听他后来发行的专辑 包含像 《唯一》那个专辑里面 有《谢绝推销你的爱》 然后还有这个 《变坏》这两首歌 我觉得都是比较Rock风格的 尤其是变坏 他又更Indie 更Garage Rock 车库摇滚一点的 另类摇滚一点的 其实 呃 你们不觉得现在 听我们当下此刻 Right Now的一些市民上的流行歌 都太多电子了 太多电子的风格了 所以你现在突然会 回去听到以前这种 更多更多的比例 在他的专辑里面了 虽然 呃 其实你直接去听那一张 这整 这整张专辑哦 好的 第三首要推荐的 人们好歌叫做 《不着地》 那它是收录在 王力宏2003年所发行的 第九张专辑 《不可思议》专辑里面 那这首歌是由 王力宏跟他的 美国的乐手伙伴 是Matthew Garrard 还有Michelle Lewis 共同谱曲的 那他在交给香港的一位 很厉害的磁神 利卓熊 这张专辑会有一种 很不像王力宏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是在于他转换了唱腔 跟共鸣的位置 他以前唱歌的情绪都偏满 老实说就是 你要说他比较油也可以 就是他这一次呢 他这张专辑 他把整个发音放轻了 然后咬字也放软了 你直接去对比 他上一张唯一专辑里面的那种 比较偏硬的唱腔 再来回头听这一首 《不着地》的这一种 把共鸣往上推 比较轻柔的唱法 听得出来是有很显著的不同啦 那这一首《不着地》呢 好啦老实说 我觉得他在这整张专辑里面 是一个还蛮不抢眼的一个存在 可能也是因为他专辑里 其他的几首主打歌 真的都写得太棒了 太抓耳了 那这首歌《不着地》 《相形》在专辑中 我觉得是扮演一个 比较相对chill 比较像是调味剂的一个角色 那整首歌的音域呢 是落在一个真假音 转换的一个交接处 一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 你听起来好像觉得 很简单很舒服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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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难唱 那所以相对的 王力宏的假音的诠释呢 在这首歌里 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这一张不可思议专辑呢 在隔年让王力宏 继公转自转之后啊 二度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虽然说哇风风光光的对不对 但其实这张专辑呢是他出道以来争议性最大的一张哦 怎么说呢 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 这张专辑王力宏特地飞去美国练功 那他是有意识的想要做一张 跟欧美流行音乐对接的一张专辑 那在那个年代 其实华语乐坛 如果你想要唱一些Hip Hop啊 R&B Rap的风格 电子舞曲的风格 大部分可能都还是要靠翻唱 就是当时的本地音乐人 可能还比较没有能力 写出有洋味的 比较像样这样子的舞曲的快歌 那王力宏他虽然是真的做到了 很赞 但是他同时也带到 呃我觉得也带了很多西洋歌手的影子进来 譬如举几个例子 主打歌之一的你和我 他就会让我想到黑眼痘痘 Black Eyed Peas的Where is the love 那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What was I thinking 他就让我想到了Justin Timberlake的Like I love you 然后还有一首歌是抒情歌叫做Can you feel my world 那这首歌会让我想到Crick David的You don't miss your water 所以这几位歌手因为都是我很喜欢的西洋歌手 所以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呢 就会跟我高中同学 当时是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讨论 说诶王力宏这张专辑哪一首歌 就是在抄袭谁的什么什么 抄袭Quick David的 抄袭Justin Timberlake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讨论抄袭这件事情 那结果 隔年他居然还凭这张专辑拿下了 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然后当然啦 房间就会有些声浪说 哇 一张抄袭的专辑怎么还可以让他得奖等等之类 巴拉巴拉的 但我觉得Whatever 不管怎么样 不可思议这样的专辑我觉得至少他在王力宏的音乐生涯里面呢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开始 因为包含他接下来的两张 《心中的日月》 还有盖世英雄 他把这个Chin Tao的华人嘻哈曲风确实真的是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 甚至这个第二张这个盖世英雄呢 让他又再度获得了金曲歌王 我觉得那段时期的王力宏真的可以说是他歌唱生涯最巅峰的一段时期吧 所以我个人还是蛮欣赏他在不可思议这样专辑的这个勇敢跟突破吧 可以这样说 尤其是想要特别推荐这一首 觉得舒服又好听的R&B的单曲不着地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好好听听这首歌 也可以去仔细听听他在和声编写上面的这个安排 我觉得和声的部分也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永远不永远不会掉落 好的第四首呢要推荐的冷门好歌呢 其实当初我太换过好几首 那最后呢决定要用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一张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专辑 就是他在2008年所发行的新歌选择 因为他跟专辑的收尾曲《摇滚怎么了》 刚好是一个摇香呼应的概念 就是这两首歌是 就是王力宏在这一张专辑想要做的摇滚的风格 那所谓的我觉得可以说是东方式的摇滚吧 你可以这样说 比如说在《摇滚怎么了》那首歌里 他还有加入像古针啊那种比较东方风格的乐器 那《爱的dirty》这首歌的曲式也是比较偏向五声音阶的一种写法去写的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呢 他的词的部分我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刚前面有说嘛 作词人除了王力宏还有陈振川跟李卓雄 那我自己去听我觉得有几句很跳动 很有趣的很有趣的歌词 我猜想应该是陈振川的idea 譬如说穿着燕尾服很得体 有品味但不是gay 就是在自嘲说大家一直在传言谣传说王力宏是gay这件事情 他就直接在歌里唱了啦 告诉你说我很有品味 OK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首冷门好歌 就是王力宏2017年歌 他上一张《你的爱那世大运》所写的开幕歌 因为2017年的这个世大运的开幕式呢 王力宏就有在台北田徑场表演了这首歌 他当时是2017年的8月 他这张专辑呢是同年的12月才发行的 所以他在专辑发行前就已经有首唱公开表演过这首歌了 那也难怪啦他的歌词里面有写说像是 多么震撼的声音来自全球各地 我们飘洋过海 据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五首王力宏的冷门好歌 分别是Noah 我的情歌 不着地 爱的dirty 还有 Why don't you just love me 这五首歌呢你们有听过几首呢 如果都没有听过可以去串流平台找来听听看哦 那最后呢 我还想要再加码分享一下 如果要从王力宏的16张正规专辑里面挑选出3张 前三名我个人的最爱专辑的话 第三名的话我会投给公转自转 第二名的话是不可思议 第一名的话就是我刚刚前面一直很力推的心跳 这三张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王力宏的作品 那你们心中最喜欢王力宏的哪一首歌或是哪一张专辑呢 也都非常欢迎在YouTube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 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们是习惯使用Spotify的听众的话 Spotify现在也多了评分的功能了 可以的话呢 都非常欢迎去帮我动动你的手指头 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啊 感谢你们 那我的所有节目呢 都是我一个人独立制作完成的 如果你们还喜欢我所制作的 制播的一些节目内容的话呢 可以的话啦 也都非常欢迎帮我小额赞助 donate一下 我会非常非常感谢你的 那我会在之后的节目的片头呢 把你的这个大名呢 这个分享出来这样子 好 听说王力宏今年有可能会回归台北小巨蛋 OMG啊 真的是太令人期待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台湾开唱了 那不得不说啦 王力宏真的是我们 华语演艺圈的一个超级典范 能写能唱 能导能演 别忘了他也是导演 也是演员的身份 又是一个才子 又是帅哥 又是好老公 又是好爸爸 真的是这样全方位的男人真的是 我觉得世界上真的是找不到第二个像王力宏这么全才的佼佼者 真的必须这样说 真的很期待很期待 呃 今年 他有没有可能带来全新的巡演 或者是甚至是全新的专辑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一位华语乐坛的华人世界的超级superhero 超级天王巨星 王力宏 那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我聊王力宏的冷门好歌 那吉敏跟你说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 拜拜 好 拜拜 啊 诶 decay 似worm 感谢观看